《新年代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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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有幸我們二歲合上全開演 我們所招者 導演 關順輝 天青青蘭 和我們的主演 天監製華先生 我在這裡很想多謝麥德華先生 他說給他很有心 去祝福年輕人 他身體力行去支持 他去監製 他去演出 當中也給了很多好的意見 其實他開完會之後 他都會繼續想 在這麼多商業的電影裡 他自己是很有心 很想投資去拍一些 祝福年輕人的電影 他們透過了兩三次的海選 海選裡面出現了幾百人 所以調教了很久 之後產生了現在這一班學生 主要是六個 第一次見到他 是有點震驚的 因為這個是天皇級人馬 然後他去國民道 那你向國民道 還會拉著 其實他也很細心 他有很多東西 譬如在鏡頭後 關於我們要穿多件衣服 其實他有時候都會 幫我們拿回衣服 其實當時已經很想追求他 給我拍照 但是導演輔導的人 說要有專業的態度 那你相信現在好像不是很真實 好像在看電視 我很少在電視 你常在電視 有空去看我 你博嗎 是啊 我都博過 搞笑 我不明白為什麼有人會哭 看到一個人 現在還是很激動 後來我問到我媽媽 到底劉德華是甚麼 然後就開始在巴士上 咦 為什麼會有些圖片 我以為我自己是滑翅 那是巴士上面的鏈子 那我開始知道 這個人真的很厲害 第一次拍攝的時候 只有1、2個 拍照 那我就覺得 哇 這個人厲害 對 頭向那邊 你不要推到他那邊 剛才床的那邊 到後來呢 我覺得他經常準備自己 他還要不僅是記到 他還要明白他的說話 那我覺得這件事 我一定要學習 不要阻礙我 我記得有一場 對手戲是 那場的壓力是非常大 即是他抓住我 我又不小心摔不住他 然後打中他的眼 雖然好像是我掙扎 其實他的手在教我 怎樣擺放在哪個位置 會遷就到鏡頭 他很厲害 真的 我嚇一嚇他 嚇不中 但他會轉身 然後跌到地下 都有點緊張 因為覺得擔心自己做得不夠好 但掩扎也有教我 也很遷就我 其實你真的看不到 然後之後呢 就是這個時候 還要這樣 還要這樣 我跟我們一起編魔術 然後唱歌 還有聊天 挑剔的形容 好像有形容 另外最難忘的 劉先生有一場戲就是 這個艾Sir帶一班學生去到 準備要比賽的會場 但想不到 艾Sir 將一個他鮮為人知的秘密 去分享給一班他的學生 我是一個不容許自己失敗的人 是年幾次 我明明都一直失敗 我們在畫面裡 我看到是每一個看到的年輕人 他都被劉先生的說話所感動 他真的哭 他叫我用音樂 去改一班秘密的秘密 33個團員加上艾Sir 當然我們背後都很感動 就是我們全部一起 都是融在那個氣氛裡面 就是他人生裡有愛 在他生命當中 生命一種的分享的時候 他真的能夠感染到其他 他原來都很容易哭 好像我那樣 大家個個都懶種種 有威嚴 但是我們喜歡他的阿Sir 上一次我們是自拍 然後他跑過去跟我們自拍 他很有趣 是一個很好的老師 很好的前輩 對 然後回來了 對 被人踩的 我覺得他又不是 有些大明星 很不喜歡別人跟他說話 所以我覺得他很友善 一的就先走左腳 好的 二的就先走右腳 好的 好 希望我們的聲音 能夠透過這個咪 就是透過你們 然後全世界每一個角落 讓大家二斷一致 一 二 一 二 一 二 一 一 二 一 二 一 我們是我們的 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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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